我們把防疫物資很節省的用在刀口上 所以其實我們是運籌帷幄 決戰千里之外 在台灣是用優雅的身影 來做這件事情 你看這些口罩下面其實 都是一個有自信微笑的臉孔 那另外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現在我們口罩會控制在這樣的價格 這樣的使用 因為我們在1月31號 我們衛福部就對一般的醫用口罩 跟醫療用口罩做一個徵用 徵用之後就試用傳染病防治法61條 2月17號我們也把N95口罩也徵用 所以這些口罩不能烘台 不能囤貨拘棄 這是重要的 醫生我追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 因為剛剛講到那個口罩 我們請佩芬姐幫我們示範一下 佩芬姐每天都會戴 現在大家很流行那種口罩套有沒有 就是佩芬姐那個有點像袖套改 自己改的是吧 不是 我這是買的 然後她說這個原料 她說是透氣的 因為有百分之七十是棉 然後百分之二十五是巨肢纖維 那這個巨肢纖維是那個有叫做什麼碳 竹碳 那另外還有五是彈性 所以她的伸縮度很大 她說如果而且這可以下水洗 不管你怎麼戳洗 那你現在大家都流行口罩套 因為其實成人七天買三個 或者買兩個其實是不夠用 所以你就把這個口罩塞進去就從這頭裝進去 裝進去以後 然後兩邊就拉出來了那個線 然後你只要把口罩裡面拉平 然後戴上去 而且因為它你可以買兩三個 放在那邊 然後你這個拿回去 回家以後用完你就洗 兩三個輪著用 戴上去真的蠻好用 然後你可以拉開 它包裹的幅度很大 醫生這樣有沒有效啊 這樣真的可以拉長那個口罩使用的 而且她說這個兩邊會比較貼 所以有時候要講一些專業的事情 你就怕傷了國民的情感 你就直接說了吧 我覺得關鍵是在於說 因為我們口罩 外科口罩它有三層 外面是防水的 然後它隔絕那些飛沫 裡面是吸水的 吸油跟這個吸水 那中間是過濾層 可是剛剛這個動作 我覺得最大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在套用這個口罩的時候 你這個外層內層會碰在一起 外層內層會碰在一起 剛剛口罩的外層跟內層 因為你要裝嘛 所以你不可能這個無菌操作 你一定會碰到內外會碰到 那就會讓我們本來不希望 外層跟內層 有病毒跟沒有病毒的碰在一起 這件事情不小心發生 所以有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雖然看起來好像 是一個可以保護口罩的方式 但是不知不覺中 也把外層的病毒帶到內層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不是說回去把那個口罩套 拿去好好洗一洗就好了嗎 對啊 那口罩套是拿去洗一洗 可是那個口罩 你要再重複使用不是嗎 那這個拆的過程中 不是外層內層都碰到了嗎 我說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就變成 你戴了一個口罩 看起來好像反覆了 可是也許它只是一個裝飾的效果 那我覺得就是說 在拉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這樣子做的時候 也許在這個過渡中還可以 等到我們口罩慢慢上來的時候 這樣的情況盡量減少 因為真正標準的口罩 它其實是跑起似的 那旅行要這樣做呢 我覺得不如當你回去之後 用完口罩之後 把它吊起來 在通風的地方把它吊起來 那樣在外面 因為太陽曬一曬就可以了 現在看有很多的民眾 就是在裡面放了一個 就是衛生紙 對 這樣子的方式 這樣可以嗎 對 如果裡面放衛生紙 我覺得還比較安全 為什麼 因為主要是不要外層 跟內層碰在一起 那因為剛才你在裝 那個口罩套的時候 真的是沒有辦法 有那麼好的技巧 不碰在一起 平飛的意思是說 把那個衛生紙 放在口罩裡面 這個呼吸比較困難 然後到時候就把口罩 再把外層去丟掉就好了 但是你拿下來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不要內外抓來抓去 然後而且用完口罩之後 不要說今天戴口罩 好放心 然後再次揉眼睛 醫生那你說那個口罩 像如果我回到家以後 把它吊在通風的地方 這樣的口罩可以用多久 一個這樣一般的口罩 我覺得如果假設你的口罩的使用 是一般正常使用 然後你也沒有說 一回家掉在通風的地方 大概我覺得兩三天可以 可以用到兩三次 就是這個吊起來 然後用一個新的 因為我們七天不是用兩個 對對對 那就一個上去一個下來 一個上去一個下來 那就可以至少量個兩三天 對 就是不要超過三天 那因為三月五號之後 我們有三個 所以他們就可以這樣一直變換 原來是這樣 好接下來我們就趕快 來關心國際之間的疫情 當然現在最嚴重的 還是南韓 而且在今天一天之內 這個數字暴增 現在全球已經超過七十個國家 都淪陷了 WHO的秘書長譚德塞還講什麼 他說目前最令人關切的 已經不在中國了 累計確診報告 高達八十一趴的個案 幾乎都集中在南韓 義大利 伊朗跟日本 這四個國家才是疫情發展 最讓人擔心的國家 當中又以南韓的情況 最為嚴重 當然南韓是被新天地教會 給害慘的 昨天教主兩度的下跪謝罪 結果南韓民眾根本不買單 因為發現他居然帶著 普警惠的這個金表 據說二手交易大概要新臺幣 還要一萬二 然後南韓的網友很生氣 你帶這個表用意為何 還有網友說 是因為你跟普警惠一樣 都信邪教嗎 然後普警惠律師 趕快跳出來講 哎呀這個一定是假表 百分之百是假的 這正版的只有銀色版 好那南韓的網紅呢 宋讚揚呢 也在這個時候呢 爆了新天地教會的料 說新天地教會 簡直像直銷公司一樣 他用有罪的民意 去洗腦 他的二十萬名的這個信徒 現在看起來不止了 還說越下層的人 就要不斷的投資 傳教讓自己升級 那當然越上層的人 拿的錢就越多 還說教主李萬希呢 就要不斷的